为于非洲之脚的索马利兰 临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 是中东与非洲互通的一扇重要门户 深处交易是主要的经济来源 俗国不仅是我国前近东非外交与经营的重要伙伴 根因双方在国际社群面对类似挑战 拥有相同的民主发展理念 因此也成为我国向东非地区呈现国际永续发展 台湾模式的重要窗口 我国和索马利兰共和国在2020年8月互设代表处 透过国会陆续推动公为医疗农业吃通讯的合作计划 为双方的友谊建立了良好的根基 在公为医疗方面 国会推动了孕产妇及婴儿保健功能提升计划 和医疗资讯管理效能提升计划 协助索马利兰强化则定医疗机构的功能 及医疗机构人员的能力 提升社区富有健康账户品质 以及协助医疗机构医化 强化管理的效能 在农业方面 透过蔬果增产与品质提升计划 建立了当地罕见的示范农场 引入台湾的技术与观念 着重深入草根的能力建构 同时也协助改善采收购处理及市场链接 协助农民地产抵销 朝向降低进口蔬果比例 增加农民收益 以及强化锁国粮食安全的目标而努力 在自通讯方面 政府电子化能力提升计划 包含了改善政府网络治理 建置资料交换平台 以及能力建构三个面向 借此提升索马利兰政府民主治理 与整体辩民服务的能力 计划创建了自通讯科技创新中心 成为锁国培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据点 以及政府部门提升数位发展 降低数位落差的重要动力 此外 本计划在资料交换平台 大陆锁国最大电信商Telesong的参与 让企业社会责任 发挥改善公共服务的价值 在教育方面 为了协助索马利兰培养专业人才 发展永续人力资源 提升国家竞争力 国会除了欢迎所国政府官员 及非政府组织人员 来台参加农业 公业医疗 自通训等相关领域研习班课程 也提供高等教育讲学军 结合台湾高教资源 协助索马利兰培育经营人才 开始学习和返回家 我认为我能够设计 一个很快的教育系统 在我的国家 我看到我当时在台湾 很瘋狂的 所以我们预期 作为国家 我们能够赴争 与台湾合作与台湾合作与台湾合作与台湾 台湾仍不放弃在非洲的开拓及努力 对于索马利兰 这份来自东非的友谊 我们特别的感怀与珍惜 未来台湾将与索马利兰 持续深化相关领域的合作 并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 具体落实台湾Is Helping的理念 秉持援助的良善初衷 与国际社群共享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